如一百萬奇的祝福 迫不期待想送給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奶油哥哥 楊梓梨 在這邊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好 那奶油哥哥這一次是 第一次跟就是除了之前哥哥姐姐們 合唱之外的人一起合作 覺得跟他們合作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呢 不一樣的感覺 當然差很多啊 因為之前都是在 雖然都有經過錄音室 可是都是在錄兒童的專輯 然後其實除非有一點點相似 就是這一次的歌也是比較溫馨的 然後所以唱起來會比較稍微就是有感覺一點 因為都是要笑著唱的 因為像我們兒童歌曲都在笑著唱 但是這一次比較不一樣 就是感情的部分會比較重 然後跟哥哥姐姐就是你知道 就是這樣哈哈哈哈就是這樣很開心的 永遠都是很開心的歌曲 不過這一次比較大的不同就是 我要投入比較多的感情去唱這一次的歌曲 嗯 這首歌曲算是送給歌迷朋友們一個過年的新年禮物就對了 好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你的歌迷朋友們說呢 我想要跟我的歌迷朋友說就是 很謝謝你們之前這麼長的時間 差不多五六年來對我的支持 然後這一次呢 雖然今年會有一些新的計畫 然後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的支持我 然後不管是我在我的身分是奶油哥哥 還是楊子李 然後你們都可以一直的支持我們下去 然後支持我們所有米樂市裡面的藝人 還有你知道最近發片的藝凡 然後之後還有很多讓你們很出乎意料的人 都會一起出來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給我們大家祝福 還有加油鼓勵 重要的是一定要買喔 哈哈哈哈 那你就是過年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計畫嗎 要出國嗎 還是工作呢 過年喔 當然就是好好放鬆一下 你知道過年前的工作都比較多一點 然後像 比較 像我有點快人格分裂了 就是因為我又要一直 弄小朋友的東西 然後一來到米樂市 我又要很 就是比較大人一點 然後就是 比較不一樣 然後重點是要趕入很多東西 所以我希望過年的時候可以 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也有一些小活動可以跟大家 跟粉絲們見見面這樣子 好 那你就是期許自己今年有什麼 新年新希望嗎 在事業或者是生活方面 噢 事業上面的話我期許就是 我的想法比較宏偉一點 我希望我們全米樂市的藝人 都可以一起邁向小巨蛋 哈哈 不要只是HT perform而已 不行 對然後希望大家 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 因為我覺得 米樂市就很像一個小家庭 我希望今年我們可以更茁壯 然後更多東西出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生活上呢 當然我也希望 其實我不知道 我也是哪有個比較Gay by 哈哈 就是 藝術人嘛 我就覺得 我可以 不用賺很多的錢 但是我希望我一定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就在生活上我希望我可以更 我可以吃苦一點 但是我希望今年一定要有更大一步的邁進 對 謝謝 那講一句對歌迷朋友們就是新年說的祝賀的話好了 好 那希望你們呢 在新的一年呢 都能夠 事事順心 然後重點是 在新的一年都要更支持我們 然後 不管怎樣都要支持我們 那也希望你們可以學業進步 然後 有在工作的啊 像一邊跑著看我們的活動 然後一邊在上班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年輕朋友們 然後謝謝你們 然後也希望你們在你們事業上 課業上可以有更好的突破 更進一步 然後大家可以賺大錢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